还知道我的小名 带头 带头 早就在这儿等着你了 谁家的小熹梦像的花一样 小熹梦 春天里那个百花开 小熹梦那个所叫来 谁家的小熹梦像的花一样 完了 花痴团妇又丰满 就他那两边还能当团妇 就是有钱当师长也行 还不能把他拦着 小乖乖 我有花痴团 花痴团 两只奶奶就要笑的 堂主 这亲女啊 平常老是巴交的 不会说瞎话 他男人 真的进了清洁堂啊 你是副堂主 说话办事 是要有根据的 最近这堂里堂外这么乱 你就别再惹麻烦了 乱 说明有鬼呀 这鬼不抓住 这鬼不抓住 麻烦就少不了 我说前段时间总是闹鬼 就是亲女这男人弄的 这鬼把他抓住了 要好好地审审 这清洁堂 有什么让他感兴趣的 非到这儿来装神弄鬼的 你不要无事生非好不好 你要把这清洁堂弄乱了 对你有什么好 这你可冤枉我了 我都是按堂里的规矩办事啊 你不操心 我得操心啊 免得县府怪罪下来 大家都不好过 快走 快走 快走啊你 快点 快点 女人 把你们堂主叫来 堂主 堂主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啊 这么慌里慌张的 谢府来人了 来着就好 还真快 来就来吧 又不是第一次来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 他们押了一个人 说是 说是清女的丈夫 而且 还说她是共匪 和我们清洁堂扯上关系了呢 真是见鬼了 去看看 去看看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们如此兴师动众 到清洁堂干什么来了 哎 嫂子 岂如不借你更更更更更更漂亮了 我向你问好 哎 我请你喝酒去 我 今日 匪货不断 弄到这里是鸡犬不宁 老婆 大白天出了一件新鲜事 特地前来 向堂主请教 这是赵县长 上门兴师问罪吧 难道这匪货 殃及到我清洁堂了 你看好了 这个人 叫谢天歌 是你们清洁堂情女的丈夫 三年前跳崖死了 可现在 她不但没死 据献报 昨天晚上 还在清洁堂的后院出现过 你说 这是不是件新鲜事啊 一派胡言 老叔子平可有人争 这就是人阵 是她亲眼看见的 你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 她是不是你的丈夫 你又是怎么发现她在清洁堂出现的 说话可要负责啊 这可关系到清洁堂的名声 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清女 你好吗 你好吗 过去我太傻 我骂过你 打过你 可我心里 真疼你 我真疼你 轻女 你命苦啊 嫁给我这样的男人 你更苦 过去 破坏这是命 可现在我明白 是这个社会不公平 把我们害成这样的 是这社会的残暴 害死了我的帝国 也害了清洁堂的姐妹们 这社会太不公平了 男人 可以三妻四妾 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再嫁 男人 可以吃喝嫖毒猥琐女为 女人为什么就不能 为自己爱着的人而活着呢 可是生下来是平等的 没有高低贵贱 都是人该死的封建社会 把你们逼得人不相忍 鬼不相鬼 男人 你们还心甘情愿的 在那像牢笼一样的清洁堂里 煎熬下去吗 你们都啥在这干什么 听他在那儿说 事算宣传吗 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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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是不是跑去清洁堂 偷看寡妇洗澡了 他是不是想和每个寡妇 都上床 打 打呀 打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他不是坏人 他害了你守活寡 还不是坏人吗 这种人就该打 是我不好 是我该打 我堂主 昨天是我说闲话 他没到清洁堂 你心疼了 我是个大国人 是我亲眼看见的 还想抵赖 清女 不要求他们 今天我落在他们手里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不管怎么说 今天我见到你 高兴 知足了 好好活着 将来有机会出来 找个好人家吧 过几点好日子 我和帝哥 都会为你高兴 爹 把祖上传下来的火药枪拿来 是 你拿火枪干什么 那把枪 是专门对付败坏清洁堂名声的人 如果 清女说的是真的 我这个当堂主的 愿意当众自裁 如果这事 要是有人撒谎 我就一枪打死他 我知道 你越是这样 就越说明你想掩护什么人 那个人是谁 知道你用命去护着 说出来吧 不但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我还可以让你们夫妻团聚 我们夫妻阴阳相隔三年了 今天老天有眼 让我又看见他 高兴 不 知足 来吧 脑子等着你呢 守经 你恨这个人吗 不恨 他没偷看寡妇洗澡 他就是偷看了寡妇洗澡 而且一百多个寡妇都让他看了 那他就是坏人 大坏战 你说 应该怎么办 崩子 崩子 无耻 这岂是堂堂国民政府官员该做的事 这样不好玩 一枪把他打死了 他的很多秘密 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 咋样才做好玩啊 他偷看了一百个寡妇 你就给他一百刀呗 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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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好 是我胡说八道 是我恨他 所以 变成这样的瞎话欺骗你们了 我求你们了 不要走 你们这样做太残忍了 我要去逗你们 看见了吗淑江 你看见没有 你嫂子也喜欢他 在为他说话呢 你 什么事啊 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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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勾引我嫂子 小姐 这个勾引我嫂子的人 来 小贼 小女孩 有本事 你倒偷骚老子 赵先生说了 这点不好玩 小江 小姐 我认为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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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我嫂子 我认为你呢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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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好玩啊 小姐 你当着大伙的面再说一遍 你昨天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见过谢天歌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不是吓唬她吗 你这不是吓唬她吗 这是关系到清洁堂命运的大事 启囊而戏 成功 天歌 我就是一个嫂本心 守护的你们谢天歌姐 秦 atau这个罪 我是数不积啊 等来是我 等来是我错 你要错吧 你要好好伺候你 你要好好伺候你一辈子 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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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桐叶雨 雨的暗 几层可梦回 一曲琵琶 两行为 谁皆能心思 等等 堂主 按亲节堂的规矩 自杀人的灵牌是不能进祠堂的 她为情而死 死得轰轰烈烈 做人就要敢爱敢恨 她为她的丈夫殉情有错吗 这事稀巧 赵县长说了 不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会罢休的 要说有错 错在我们当堂主的 平时疏于管理 遇事又不冷静 擅自跑去县府报告 弄得清洁堂上下不得安宁 俗话说 证人先证己 无论你们犯了什么错 当堂主的都有责任 现在执行堂规 我和副堂主 割挨二是边刑 你是傻子 堂主 堂主 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啊 这不关我们什么事啊 你当堂主的那天起 就背上了言以律己 承担过世的责任 上梁不正下梁歪 当堂主的是要以德服众的 如果你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现在你就可以当着清洁堂 一百多姐妹的面 辞去你赴堂主的职务 不不不 堂主言之有理啊 我认罚就是 动手吧 是 快走 快走 你们堂主 快走 动手了 快走 快走 我来 夏合 你还跟我来争的 你不是老说我不遵守唐规吗 今天我就好好遵守一次 混蛋 这个混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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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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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喝你跟我来争的 放手了 哎呀 哎呀 县府的人要进来搜查 人都死了 还搜什么 就要搜 这清洁堂浪鬼 我是亲眼看见的 我不能这样 就平白无辜的 爱最早呀 去看看 不说吧 小师哥呀 弟弟啊 看看看看 穿上这身官服 还真是精神多了 是吗 嫂子 那我就每天睡觉 我都穿着它 睡觉都不脱 那给谁看呢 给你看 我每天晚上做梦 都梦见你 乐呵得我都 不敢睁开眼 又胡说了 你老是这样 不会有熟悉的 啥熟悉不熟悉 都是我爹那个老王嘛 非让我到县里去当差 要我说 我就想到 请他来当个耕夫 能一天到晚见到 嫂子你 我就是变个小浩子 也知足 这事还没办 不要在这儿打青马俏 你也是个老王八 见到女人也偷偷摸摸摸 把鼻涕口水擦 还骗我说是伤疯了 你目无尊长装疯卖傻 不要以为你爹有几个臭钱 就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现在是民国 你祖上那点威风早就过头了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敢一枪把你给毙了 我不怕 死在嫂子面前 做鬼风流 赵先生 他是什么人有不是不知道 干吗要跟他一般见识啊 算了 赵先生 你不是说有正事吗 什么事啊 既然 共匪曾经进过清洁堂 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今天我也要进去看一看 去看看清洁堂里 有什么他感兴趣的东西 赵先生真是聪明一事糊涂一事 他就是舍不得他那个婆娘 才冒险混进来 这人世间男女之情 谁说得清楚啊 多事之秋 还是小心为妙 不能让一只老鼠毁了清洁堂 保护清洁堂 也是本县的职责所在 还是进去看一看吧 如果有洞 就把他堵上 如果有鬼 那就把他捉住 这百年清洁堂的名声 是万万悔不得的 也好 今天要是不让你看 还以为我这清洁堂里 真的有鬼呢 不管规矩 只能你自己进去 这些个随从 只能在这儿候着 你在这儿等着 是 给我也换鞋 我也要进去 行 那别闹了 不不 我真的不要换鞋 我要去找嫂子 嫂子 我也要进去 谁 谁家的小媳妇 我 我 谁家的小媳妇 谁 谁家的小媳妇 小乖乖 我要把你爱 顺槐啊 像你这样色意双全的女子 真是不可多得呀 难道你真的想在这清洁堂里 独守孤单吗 在这漫漫的黑夜里 怕自己熬干吗 自古红颜薄命 我认了 现在社会混沌不堪 这清洁堂倒是一块境地 有这么多姐妹相陪 我不觉得孤单 更何况一宵在首 能肃千古忧愁 何乐而不为你 早就知道 你爱识弄萧成屁 好 好啊 人无屁不可深交 无屁者绝无深情 只有狂热地喜爱一样东西的人 才会有深情 你说对吗 你言过其时了 可情到深处 总得有个归宿吧 不知 堂主这情 到底归向何方啊 赵厅长今天是来给清洁堂捉鬼 不是来弹琴的 是吧 这鬼呢 里里外外你已经看了一个遍 没捉到 对吗 我这漏屎 你也一目了然 也不是什么藏鬼的地方 那就请你去忙你的公务吧 你不是说有个什么共匪谢天歌 等着你去审吗 赶快去吧 别在我这待的时间太久了 姐妹们会说三道四 玷污了你的清白的 是啊 我是要好好地审审那个谢天歌 风不吹水水不骤 不过我觉得 他不像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这里边的文章 我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 他谢天歌也是个凡人肉态 我就不信用我那三十六条刑剧 让他开不了口 那你就快去吧 早点弄个水螺石出 清洁堂也好安宁 こう说你会这是你的 你会让喝一瓶子 你会让我喝一个干杯 对你喝一个瓶子 你会让我喝一瓶子 你会让我喝一个瓶子 你会让我喝的水 大水 就会让我喝酒 还让我喝一个加水 如果她当过去 我不会一瓶子 你会在家 哪里 想让我喝一个 如果喝的水 餐 你需要什么 你不是说过睡不着 就像堂主一样剪米粒吗 可是我越剪越烦 更睡不着了 这个法子 对你这样心浮气躁的人 不管用 本来这个法子 就是谋认人的性子 让你静下来 不要胡思乱想 你可倒好 整天想着你的 那个什么娘子 今天下午 你又穿着戏服 在前院胡闹 堂主没法你就不错了 今天下午 我把那个粥傻子给玩晕了 堂主还直夸我呢 说我替他挡了架 少惹了不少麻烦 还说这叫以邪制邪 夏和姐 你不觉得 这个粥手将像一个人吗 像谁啊 新来的哑巴庚夫啊 你别说 还真有点像 不过你别看这个哑巴庚夫平时蔫头蔫脑的 不过他身上有一种味道 什么味道 男人味啊 他本来就是男人嘛 你不懂 我是说 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 你这么夸他 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你可别忘了啊 外面还有一个痴情的祝音台在等着你呢 那是 我和我娘子啊 是天崩地裂 海枯实烂 都不会分开的一段苦命鸳鸯 哎 夏和姐 堂里的姐妹 都知道你是大祸人家的千金小姐 可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 不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人再强 也强不过命啊 我跟我娘子 就是前世的孽缘 金氏雷暴 夏和姐 反正你也睡不着觉 要不 你再给我仔细讲讲 说说 呀 真香啊 就是这该死的胭脂 让我认识了他 而且 还是一见钟情 在我们梅西镇 我们夏家主传的夏和春腌制商行 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我父亲虽有七房七妾 却只是抹证了一个女儿 而夏是主训 夏是腌制的秘方 只传而不传女 对外 我是夏家时代单传大公子夏依凡 而在家 我则是对镜书庄的妙千金 夏和 是 张少奶奶 您要的那个牌子今天正好缺货 等进了货 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 我家老爷今天就回来 他呀最喜欢我用这种胭脂 我告诉你啊 限你一个时辰之内 把我要的胭脂给我拿出来 否则的话 我让夏家把你们赶出梅西镇去 您这话可叫霸道 这做买卖缺货 就像越圆越圈一样正常 再说了 你家老爷真要是喜欢你 就不在乎这胭脂味了 何必跟店家过不去呢 嗑瓜子嗑出了臭重来 你是哪一个 这夏室胭脂啊 采集的是大山的灵草 用的是山西间的清水 把天灵地气混合而成 只有干净之人才能使得 你这么霸道 岂不浪费了这等绝妙之物 好啊 骂人不吐脏字 老娘啊 可没你们这份雅性 我可告诉你啊 你手里的东西 是我要的胭脂 给我吧 否则我就让你爬出梅西镇去 这么霸道啊 万事好伤了 不过你这么跋扈我 我还真不能给你 否则显得我不干净了 你给我抢 是你逼我要做不雅这事的 你 狗杖人士的东西 打狗也不看看主人 赶到我们家来闹事 行 这盒胭脂本公子送给你们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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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少奶奶 快快 这位少爷 我脸上有脏东西 公子好身手 只是不知公子为何对胭脂 如此感兴趣 我一个唱戏的戏子 不抹胭脂怎么能上台呢 您是唱戏的 不知公子是哪个黎原班的 看少爷这副神情 好像也爱听戏 何止爱听 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整天唱戏 是个标准的票用 人生如戏 这戏里戏外 不就是讲究个喜怒悲哀吗 好 承蒙少爷台 有机会一定请少爷 到我们戏班的来听戏 好啊 您还没告诉我 您戏班的雅昊怎么称呼 我们四海漂泊 尝尽天下事态炎凉 没有什么雅昊 只有一卓名 水灵法 水灵法 好一个水灵法 不知今晚能否让我一包二 正好 今晚在梅西镇的张府 有一个堂会 好 公子胸怀坦荡 坐人磊落 想必定是才艺双全 只是不知公子是唱哪个行当的 公子小女 这项有力了 人间才俱 离人花魁 心有寒生 把人鸯 量下好痕 冬走日子欢愉 与兵苦仪失落 多大好迷 满欢 多想一看 老爷 他待在水灵法不敢回来 他现在是越来越疯了 看戏看得连生意都不做了 这不是玩物丧志吗 老爷 我看小姐 好像对那个水灵法的头牌弹绝 谢唐叶小不错 不会是看上他了吗 他敢 我们夏家族族妹妹一关一伤 怎么能容得下一个夏九流的戏子 去 派人再去找 去 今日里满无聊 家外要晚 六四二随风飘 春色舞边 来 快歇会 这是雨前新茶 你尝尝 好 怎么了 不喜欢啊 这茶是好茶 可你这么个泡法我就不喜欢了 为什么 这泡茶泡茶不是让你煮茶 这种茶要用八分的开水浸泡 一分钟后就得把水倒出 让茶叶在湖里亮了 如果你不把水倒出 这茶就泡熟了 熟了味儿都不对了 懂吗 你这呆头鹅 你懂得可真多 那我照你说的法子再去泡一壶 你等我 算了算了 你从小就被人伺候惯了的人 怎么会干这种事啊 委屈你了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有话好好说 别挤眉弄眼的 你明明一女儿生 咱们总来穿男装嘛 不会是有龙娘之号吧 你以为我是同性恋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咱俩现在就进屋 你看我是不是 公子息怒公子息怒 小女儿这香派你了 你要是再胡说 小心本公子罚你 不敢不敢 认罚认罚 那好 那你就叫我唱 梁山伯的十八相送 哦 好 少爷 您快回去吧 您要再不回去 我们都要挨老爷罚了 我还没记性呢 就不回去 这你要尽了性 那下人们都跟着倒霉了 别太自私了 还是回去吧 也是 娘子说得对 这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去去就来 好 这把扇子 我送你了 好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弄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停 停 您回来了 好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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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你的包 你好 你叫我什么 来来来 我说你怎么搞的 你看清楚点 这是咱们家的少爷夏依凡 不是什么夏和小姐 记住了 再搞错了 你就给我卷铺个角滚蛋 他是新来的吧 对 别怪他 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是 少爷 这回啊 饶了他 少爷 老爷还在里面等你呢 你告诉老爷 我换换衣服就来 是 小姐 您这么打扮可真漂亮 可是您平时 为什么老是穿着男装出门啊 我都替您累得慌 这有什么办法 是让我们家 到了我这一代没有男丁 你只好让我女扮男装 让我爹王梅之口 小姐 您哪 是筋骨不让须眉 要不然老爷呀 他也舍不得把这么大一份家业 交给您去打理的 我 对了 老爷呀 最近有点不太高兴 为什么 他说你玩无丧志 不应该老往西班子里跑 这也没耽误做生意呀 再说了 那人也不能总是为了钱而活着吧 那也是 对了 听说水灵坊排了出新戏 就要 春归月 小姐 您今晚带我去看看 你耳朵倒是挺灵的 那你说说 那个谢唐演得怎么样 好 那扮相 那唱功 还有那身段 没得挑啊 对呀 真是让人喜欢死了 小姐 你那么喜欢他 把诚是看上他了吧 还是你懂我 哎呀 只是可惜啊 可惜 可惜什么呀 难道 您嫌弃他是个戏子吗 我不嫌弃他 可是我也不知道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每次看见他 他都不冷不热的 那让人猜不透 他呀 也就是个戏子 哪能配得上小姐你呢 再说了 婊子无情 戏子无意 小姐 您还别真上了心 闭嘴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戏子怎么了 他在台上 是个风华绝代的美娇娘 在台下 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还怕配不上他呢 你出去出去出去 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你跑了趟豪州 有什么收获 说给我听听 以后别再总往外跑了 收获可大 豪州胭脂假天下 民不虚传 此心让我大开眼界 那我们夏氏家族的胭脂 但是该如何应对啊 我们既要发扬光大 我们夏氏工业 另外在包装上 也要大做文章 分个三六九等 绝妙的胭脂上等包装 专供那些喜欢新鲜玩意儿 有钱的太太小姐们 一般胭脂普通包装 让平民百姓也能买得起